有時候跟我說,就好像你們在站在後面這樣 不過我們在市府裡面不會讓人進來 在外面就當做民眾 有時候跟我說,就好像你們在站在後面這樣 不過我們在市府裡面不會讓人進來 在外面就當做民眾 但是市政行程,你覺得這樣子讓參選人 他也沒有任何公職身分,你覺得是可以的? 我們會盡量讓市政府直接舉辦的公開就沒有 這就像天下政策,這也是我們一貫的政治理念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公開 這也是我們從2014第一次進入台北市場的選舉 讓台北市讓到現在 我們在思考說過去在建設民主政治 人民跟政府就是每四年投票那一天有關係 其他都沒有關係 那為了解決這問題,其實我們在過去五年當中 也做了很多這種改革理 我們在台北市裡面有青年事務委員會 然後公民事務委員會 還有那個連任公民委員會 都可以開放讓社會自動暴民來進入這個政策 如果說他是條件還不錯,比較年輕有幹勁有理想 我們可以讓他們即使擺在我們的後半段 但是他也可以進入立法院開始從助理開始做局 給他一個機會,他不用靠任何關係 或是什麼政二代,他就有機會來參與台灣的政治 不可知,多少人會來報名 那裡面有沒有到底情況怎麼樣 好的,我們就往前移 他如果是還有帶籌謀,是所謂年輕人 那我們也知道他經濟委員會從助理可以開始去參與 所以我倒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法 好的,也有可能會進入那個安全名單之內嗎 因為是這樣啦,畢竟我們在 我們自己以台北市政府這種Label 去找人,有時候還是會比較偏頛 會問過那個郭董說有沒有人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自己去找,還是不能cover全部 讓大家有一個網路自由報名的機會 可以讓我們更多元的去徵求人才